这一季是丁俊辉第七次参加超级联赛 前六次丁俊辉成绩四次继承半决赛 并且达到了2011年超级联赛的亚军 这一次作为一名老将再次参赛 丁俊辉显得很轻松 由于火箭缺席 丁俊辉作为赛会的一号轴子 分散了第一小组 同组的有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赛尔比 今年世界四个亚洲球员学会赛冠军丁汉姆 以及大师赛冠亚军胡伯迅和莫菲 首场小组赛丁俊辉就迎来了实力强劲的莫菲 前四局双方战成了2比2平 关键的第五局比赛丁俊辉连得44分之后转入防守 他在一次解球时出现失误被罚4分 但是随后莫菲防守时留下了破绽 丁俊辉上手后连得35分拿下这一局 大比分3比2领先 第六局丁俊辉开局就很顺利 他单干拿下64分取得胜利 大比分4比2获胜取得太阳佛